一切都要用法律做基础 人跟人之间底线就是法律 法律是人设 包括宗教都被扭曲 很多人信宗教信自己信安 每个人都认为上帝会保佑我 所以我看到一个非常可笑的一个希望的地理 德军跟美军对抗 德军也在那边祷告 美军也在那边祷告 上帝要在哪里 我想是扭曲的宗教 每个人都认为上帝是在我这一边 神在我这一边 道德不是一个主持架子 显然道德理论不知道在哪里 当然是巨大的仇人 巨大的仇人是说不出可能的 伊士云跟基督教人是这样 千年仇人 那我们自己人还要导致人 本是人外人 有一天我上网 看中国大陆的 的网站 也非常好笑 人是好斗很怪 有一天呢 我上去看 看一看 我看了就想笑 刚开始是 中国登入月球 登入月球了以后呢 就开始 啊这个国家造假 美国造假 都有人讲半天 然后又开始有人 开始说对方 不够努力 知识不够 有的都是你们这些傻瓜 然后我就看到 河南的罵广东 广东的罵四川 四川的罵韩州 第一次 那种罵不是你指标 是不是 你们河南人都是 品质的 广东人都是叉叉叉的 很奇怪 我们 我们的教育 全世界各处的教育 都使人产生 很严重的贫责 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这种偏见 一旦 擦枪走 我就变成仇恨 然后我们讲 民主制度 就是 重大决策操控在少数人的地方 是不是这样 当然是这样 你没看到 我们在骂我们的立委 每个人最近 我们这两天都不知道 每个人一样在骂 每个人我卫议员 美国人民也在骂 胡文英也不做事 谁在做事 钞票在做事 钞票在做事 哪里有钱哪里有好办事 所以我们现在所谓 我们自己觉得 自己爱爽的 所谓民主制度 其实 都是一个谎 我们的这个 脱不出来的这些 立法委员都不办事 已经在说 我们的法案 那么多都不过 可是你只要 上网路 你只要有机会到立法院 你看看 开会了之后 我们的立法委员 通常是不在的 谁真的在立法 立的都跟他自己有关的 跟他相关立意 团体有关的 所以我们的法 永远会干 社会在那边 骂18% 到现在还是不够 对不对 没有办法改 我们在骂了很多东西 在立法院都是坦克的动物 然后我们再说 我们更不上世界的潮流 那些法案 没有一个过程 所以民主 是笑话 非常笑话 我们非常知道 我们的民主 可是呢 过去的10年 那个被称为 最不民主的国家 从外费存体 1000亿美元 变成3.5兆 那个最不民主的 那个最不民主的 然后呢 他在去年 通过了 92%的农民 全部都加入农民保育 国家海部 那个叫做最不民主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们所谓的民主政治 走到这个地步 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所以 重大决策 是在那些少数人 密室里 资源 消耗 为什么 鼓励消费 地球的资源 消耗的 已经大家都知道 实力在40年就没有了 也不知道是无数国 南京污染的严重 全世界到处有无人 除了也有进步 然后拼封不均 金费均责 这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Molecular Cloning 基因工程技术 可以改善粮食的生产 可以改变非常多的 过去生产力不足的问题 包括医疗的问题 包括水管 对资本家来讲 对这五千人来讲 都是挪财的问题 他怎么可能会随便的 一定使出来 所以我常常讲 我们现在的念书人 都被收买 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说话 就是四个落落 我们这些念书人 没有 没有价值 正义 没有正义家 没有道德观念 为什么 资本家 你很聪明 我就给你一个位置 给你钱 给你非常大的 相对于别人 非常庞大的资产 你就替他工作 至于我这个工作的东西 对人类有什么帮助 有哦 对人类的文明发展有帮助 OK 好 工进去了 我对人类有帮助 其实 都是这些财团的马逊主 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 都是没有判断的 没有价值的判断 都是别人的马逊主 都是别人的马逊主 所以全世界走到哪里 如果我们熟悉自己国家的 自己民族的历史 所以我们的计则是